大家好,我是Vicky 今天有一个跟ShopUp合作的视频 因为他们的春季大促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次的活动是任意下单都是打8折 然后满500美金就会打75折 ShopUp的东西真的非常多 衣服鞋子包包各种都有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满合是下手买东西的机会 因为春天已经到了嘛 所以心里就是各种痒痒 想要买各种衣服啊鞋子之类的 那么今天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我都买了些什么 然后也都会上身给大家看 好,那么你们就赶快跟我一起开箱吧 我的箱子就在这里 我真的每次都收到的是他们橘色的箱子 我看到别的博主都会收到粉色的箱子 这是为什么 然后我就收不到粉色的箱子 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 然后有一些衣服还有两双鞋子 我都会一件一件的拿出来跟大家讲 这些我都已经拆开过了 因为有些东西需要稍微运一下 然后才能够穿满 那我就开始拿到什么 就跟拿拿说什么好不好 首先是一件蓝色的卫衣 这件是Puma的分体款 是有一点这种小高腰的 然后袖子上面长这样 作为一个卫衣girl 我看到这个就觉得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有一点点像那种宜家风格 因为它是蓝色 然后上面有点黄的嘛 因为它是短款的 所以我觉得棒 马上上身给大家看一下 OK,穿好啦 这个蓝色我感觉很显白耶 我下面就配了一条 稍微有一点点高腰的白色短裤 因为我一般如果穿这种短款的话 如果你穿那种很正常的短裤 这里腰就会露一大截嘛 如果你就是觉得不是很放心 或者觉得想要遮一下肉肉的话 我就比较推荐这种高一点的短裤 配这种短一点的卫衣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这件它前面的那个Puma的标志在这里 然后它背上后面这里有一个Sense 1988 因为Rihanna是1988年生的 小姐姐我也是 好 既然说到卫衣 我应该还有买一件 OMG 这件我很期待的 等我换给大家看哦 这件是我最爱的Champion 它其实衣服超级简单的 就是整个身上都是白色的 然后这里和袖子上面有一个它的logo 然后它手上一边是它的红色 一边是它的蓝色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背后 它背后是比较有多它的这个字的logo的样子的 我觉得很简单 然后跟我之前买的Champion的卫衣比起来 它的这个质地感觉就是更厚一点点 比较扎实的那种 不是说特别特别软糯的那种卫衣的质地 但是就比较挺阔有形 我就感觉我找到了卫衣之后 我好像就有点懒得去打扮了 因为就穿上卫衣就是又很舒服 然后又很好看的样子 这也是我平时会穿的最多的衣服 以上两件卫衣推荐给大家 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箱箱 它已经睡成这样了 真的是幸福的小孩 接下来这一件是一个简单的T恤 上面写了一个法语 应该是念喂 法语里面应该就是yes的意思 夏天的时候很需要这种白色的T恤 就是可以搭配任何的下装裙子 短裤都可以 然后最近有点迷恋 就这种大红色 所以我买了一个就胸口上写有红色字的 它自己本身就是设计 就是也很简单这个样子 就是简单的一个T恤 然后它这个白色的面料 也不是特别的透 接下来这一件 应该是我整个订单里面 最想要看到的 站起来给大家看 是一条短裤 它长这个样子 就是上面是收腰 而且是高腰的 然后下面呢 是比较挺阔一点的一条 很休闲的短裤 然后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这里的这个腰带 它整个是那种 就里面感觉是那种塑胶的管子 然后外面是这种皮质包着的 我自己觉得超级有质感 而且非常的显 大腿这里很细 然后因为又是黑白的搭配嘛 我觉得很适合夏天 那种很清爽的感觉 这种粗的绳子呢 就让人感觉就很休闲啊 很发式 它这个裤子呢 整个就是形很好 很显腿长 因为其实它这个高腰的设计嘛 它这里下面很短 它的裤子的长度 基本上已经是在 我大腿根部这个地方了 所以穿起来呢 你就是裤子下面 全部都是腿这样 我选的是零号 它还有个更小的是零零 其实我觉得 就如果我不系这个的话 我可能要穿零零 这里比较舒服 因为我腰算是比较细 我只是腿比较粗 但这个呢 它就只觉得你腰合适就行了 我应该可以穿零零 不过系上这个之后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像我坐下啊 站起来啊 也都很舒服这样 OK 然后穿这个短裤呢 顺便跟大家介绍 我这次买的一双鞋子 就是这个牌子的 大家如果就是有买过 应该都会知道吧 就是叫Golden Goose的这一个 这个鞋子其实是被金书种草的 然后是迪伦先买了 因为金书最爱的鞋子 就是Golden Goose 然后回来了之后 它就一直在跟迪伦种草 迪伦回来之后就买了 然后这次呢 我正好也看到 他们有一双女生的 旁边是这样金色的 有这种glitter的猩猩 鞋带是灰的 然后后面是银色的 我觉得这个配色蛮好看的 它这个鞋整个就是 做旧的那种嘛 然后我还可以跟迪伦 配成情侣鞋了 可心 然后这个鞋子呢 我觉得跟很多 就是稍微贵价一点的鞋子比起来 它虽然是做旧 看起来脏脏旧旧的 但是它整个穿起来 非常的舒适 它里面的这种内里 就是有点像毛巾 浴巾的这种感觉 所以穿进去呢 整个下面就是也是很软 里面整个底子 就皮子整个一点都不硬 我今天第一次上脚的时候 就觉得它很舒服 因为很多大牌的球鞋 其实穿起来有一点点硬 但是它就感觉整个很舒适 怪不得就是那么多人 很迷恋它 很执着它 第一双Golden Goose 感觉从此要入坑 好 接下来的这一件呢 是一个小背心 自从上次 就是我跟姑在一起嘛 然后我就想让他帮我找出 可能我适合的穿衣的风格啊 或者是衣服的类型 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有穿一件这种紧身的小吊带 他就觉得我很适合穿这种 因为我自己比较算是离型身材 所以我上身比较瘦 下身比较胖 然后就很适合这种贴身的小背心 然后他觉得 我要显瘦 就是要尽量的多low 所以呢 我最近就在找很多这种紧身的 很贴身的这种小背心 然后这个呢 也是就是它上面看起来是这种松紧的 然后牛仔面料的 也是短款的 因为这个裤子是高腰的 所以你可能看不它出来 但是它其实呢 是这样短款的 像如果夏天的话 你下面随便配个小裙子 小短裤 或者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在下面配一个那种 长一点的阔腿裤 我觉得嗯 很好看 像这种衣服嘛 不想要露内衣 所以里面我一般会穿 new bra或者乳贴 穿这种贴式的内衣的话 我就觉得像有一件这种 紧身一点的小背心在上面 就把你整个上面贴住 会比较好一点 我突然发现 它跟我下面介绍的 一个套装的裙子 也很搭配耶 因为都是蓝色系的 看这样上面穿个小吊带 然后下面穿个这种小裙子 是不是也是就是可以 就是感觉可以度假了 然后最后这一套呢 就是一个上衣 加上一个小裙子的一个套装 上面这个小背心呢 也是这样 就是紧身的 跟刚才的那个牛仔 比起它是非常有弹性的那种 旁边的袖子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很随意的 这样放在旁边 然后还有一种穿法呢 就是你可以把它拉起来 然后放在肩膀上面 变成一个就是像小吊带一样的样子 然后下面呢 就是一个半截的裙子 你当然也可以单穿这个上衣 或者单穿这条裙子 然后这个小裙子呢 就是这种非常舒适 然后感觉很自由的一个 很轻薄的小裙子 大概就在大腿中间以下 到膝盖这个位子吧 非常的舒服 就夏天你穿出去 都不会怕热的那种面料 然后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 是那种深蓝色的 然后上面是白色的这种点点 我感觉很显白 跟我这个耳环也挺配的 然后这次开箱的最后一件单品呢 还是一双鞋子 就是这个牌子的 我也不太会念 但是我拿出来给你们看 你们一定我觉得有见过 如果你们有follow很多时尚街拍的话 它就是长这样子的 它的特色就是中间有两个这个袋子 我当时在网上看到这个颜色 这个配色我真的觉得超级美 就是非常非常有质感 很高级很气质的那种 它这个鞋子本身呢 是有点带那种卡其色的浅色 然后这个袋子呢是一种棕咖啡色的 反正就是看到这个鞋子 我真的就是非常喜欢 因为这个鞋子我看的比较多的是那个黑色的 然后上面是金色袋子的款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看 但是当时它就只有36和39还是多少号了 我觉得后跟稍微有一点点小 因为这种拖鞋我喜欢稍微穿大一点 我不喜欢就是后跟会露出来的那种样子 所以呢我觉得很遗憾就是稍微有一点小 如果你要买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建议比你平时的码子在买大半码或者一码的样子 我觉得应该穿起来会很好看 那这个颜色我真的太喜欢了 我可能会在它的网上再看一下有没有别的颜色我喜欢的 但是这个鞋真的是我很喜欢很喜欢 好啦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跟某一个品牌做全套服饰类的一个穿搭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我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或者意见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然后这个视频所提到的所有的东西也都会打在下面的信息栏 然后关于ShopUp这次活动的细则呢 我也会详细的写在下面的信息栏 大家不要忘记点开去看哦 虽然这是一个合作的影片 但是以上的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选的 所以我相信你们也看得出来是我自己的品味吧 好那么我希望你们还喜欢这次视频的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by bwd6